生命,每个人只有一次,或长或短,生活,每个人都在继续,或悲或欢,人生,每个人都在旅途,或起或福,人无完人,事无完美,有些小人,你不需计较,计较会烦,有些烦事,你不必在意,在意会累,在优秀,也得碰上学货的人,在付出,也得遇上感恩的人,在真诚,也得赶上有心的人。 在谦让,也得面对珍惜的人,你所知道的,不要全说,你所看到的,不要全信,这个世界,不是用眼看,而是用心脾,自古人生最紧满,半平半腹半自安,半命半天半机遇,半血半事半行善,半龙半甲半骨兔,半只半鱼半生贤,半人半我半自在,半性半醉半神仙,半亲半爱半苦乐,半酥半产半随缘, 人生一半在于我,另外一半情自然,一句实在话,珍惜生命,好好活着,二句真心话,一,不要让外物如意了你的心灵,二,不要让金钱代替了亲情,三句良心话,一,好好的孝敬父母,因为他们才是你的婆,二,好好的培养子女,因为他们才是你的希望, 三,好好的与人相处,因为你是人间烟火,四句清理话,一,活在当下便是禅,再苦再累,也要笑一笑,二,人生不如意识长八九,不看八九,长想一,二,三,长给心灵洗个澡,早一些杂巴的灰尘都去掉,四,学会简单生活,简单是一种平凡, 三,但不平庸,不知知心话,一,别为小事去计较,二,别为闲惨去烦恼,三,别为贪欲去笼罩,四,别为情绪去困扰,五,别和他人去比较,一辈子就那么短,功名利禄,不过是浮于一片,容华富贵,不过是一时盛宴,眨眼之间青丝半白头,一见往事皆成云烟,何必时时放在心间, 可必处处钻牛角尖,一辈子太短,别礼物太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